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就在Google发布全新的Gemini 3模型之后 Google DeepMind随即宣布在 新加坡设立全新的AI研究室 不是销售办公室 也不是一般的区域HQ 而是真正意义上具有科研能力 模型开发能力 战略意义的Research Lab 东京首尔香港等地 虽然都具备科技实力 但没有一个获得DeepMind的科研落地 而这种科研落地 是一种极高含金量的国际认可 DeepMind的出现就像是替新加坡盖上了 亚洲AI中枢的官方认证印章 更重要的是它选在亚太扩张 规模翻倍的关键时刻宣布落地 显示出新加坡不仅是一个区域运营中心 更是未来全球AI研发 监管安全与生态布局的核心节点 从AI进化的新高度到拓展亚太市场 谷歌此举究竟意欲何为 新加坡这座城市国家 为何能成为全球科技巨头 争相落脚的关键支点 又能给新加坡带来说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 DeepMind落地新加坡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 就是本地科研生态被彻底提挡升级 过去新加坡的科研机构 从A Star到国大南大Smooth Started 虽然在AI上都有不错实力 但更多是区域领先 而DeepMind的到来 第一次让新加坡的科研机构 可以直接与全球最强的AI科研团队同步对其研究议题 包括大型模型架构 多模态系统 AI安全价值 对其高效训练框架等前沿主题 将不再只是论文追赶 而是共同参与 这会让新加坡的高效 实验室政府机构都能获得更高水平的科研合作 同时加速形成一种世界及科研密度 这不仅提高了新加坡的科研竞争力 也让新加坡能够参与制定AI伦理规范 安全标准模型行为监管等全球议题 DeepMind的参与 会使新加坡成为国际AI治理讨论中的重要声音 而不是旁观者 从教育科研到法规框架 新加坡的AI架构 正在被系统性地提升到全球级别 DeepMind落地绝不是科研孤岛 而是会全面带动产业链升级的策略性事件 新加坡是Google Cloud在 东南亚最重要的节点之一 而当DeepMind的研究室设在本地 Google Cloud的整个AI工具链 API服务模型推理能力都会更快来到新加坡 新加坡企业将DEP用到最新的Gemini商用功能 包括企业及大模型接口 AI代理系统 自动化工具链 TPU和GPU云算力等 这会让新加坡的企业在转型速度上 领先整个东南亚 甚至部分亚洲国家 在AI驱动生产力的时代 这是实打实的竞争力 而且这种影响会从科技行业 向外扩散到金融科技 生物医药制造业 海事 物流教育科技等关键产业 让AI成为产业基础 而不是附加选项 DeepMind的存在 也会吸引更多跨国科技公司 在新加坡设AI中心 使新加坡成为区域企业 AI应用 模型部署创新试点的最佳地点 谁能吸引到世界顶尖的AI人才 谁就能掌握下一代生产力 DeepMind是全球AI科学家 最想加入的机构之一 它的出现会吸引来自美国 欧洲 中国 日本 韩国的顶级 工程师 与研究员 来到新加坡 不只是吸引人才 还会改变本地人才结构 新加坡的年轻工程师现在有 机会直接与世界级研究团队共识 这会极大提升本地技术密度 形成人才飞轮效应 更重要的是DeepMind的落地会 促使高校和培训机构 加速调整课程 使新加坡的AI人才管线 更接近全球前沿 同时随着DeepMind带来的 全球人才聚集效应 本地创业生态也会被强力推动 许多离开DeepMind的人才 往往会成为创业者 而这些人会选择在新加坡 落地新公司 形成新的科技集群 人才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DeepMind的到来 等于是替新加坡 打开了一扇顶级人才的大门 新加坡正在从区域科技中心 升级成为全球AI网络的 关键节点 这不仅是一个研究室的设立 而是一个国家科技定位的跃升 未来美国科技公司 亚太政府国际组织 都可能以新加坡作为区域AI安全 合规创新的试验区和示范区 新加坡的国际影响力 将从金融中心科技中心 延伸到AI治理中心 AI标准中心 AI创新中心 这意味着全球AI版图正在重绘 而新加坡在这张地图上的位置 正在被美国科技巨头正式点亮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怎么看待新加坡 在全球AI竞赛里扮演的角色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